各位仁不虛的鄉先好 我是剛從北部搬下來的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清華大學是心理之商的老師 退休的 因為女兒在蘇德杜基大學教學 昨天她就講說 老媽 你已經八十歲了 你不要再北部過去 你可不可以搬下來 和我請住可以照顧 我說那時候韓市長剛剛請入 我說等韓市長選上了 我一定擺拿 他說 OK 後來韓市長真的選上了 我就搬來就大概兩個國語 我沒有想到搬來的 她進了被罷了 我真的心碎 你知道嗎 我不是故意要講國語 因為我是客家人 不會講明蘭話 請各位都包含一下 對對對 聽得懂 但是我講的名字 無念等人 哈哈哈哈 大家都包含 還有 總說這樣問我們 喔真的嗎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很高興 我是 我是要替年輕人發聲 因為以前我們青馬大學 國事班還沒有畢業 人家科學員就來 徐老師 我要幾個什麼科系的學生 都進來訂了 自從民進黨上任以後 蔡英文上任以後 年輕人的工作找不到 結果這一次 去年九九重陽節 學校有我的退休的老師 都會回去大家起餐 那同學看到我說 學校老師 我正修十多年了 好久沒有看到你 我說 欸 你們現在到哪裡去了 他說 你們我好可憐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喔 要找四萬塊錢的工作 抓個頭破鞋 我們找不到 我們現在是 飄到哪裡 飄到大 飄到機下坡 放數飄 我們是現在 以前人家飄到台灣 今天我也是給你飄 我就問他 我的同學 你們現在 我真的想 要做老師的 沒有要罵他 為什麼你們年輕人 就被人家帶個風向 你們專業知識那麼棒啊 為什麼IGIP就不能 不能發生等號呢 我說你的專業知識那麼棒 人際關係那麼差 分不出金銅照白 我說這樣不用嗎 我說 國家假如像你們這樣 被人家民進黨摸頭 風向一帶 你們全部就倒閉 沒有是非黑白 我說你們這個今年還有任務嗎 所以我非常心疼你們的說 我說你們要覺醒 千萬千萬不要被民進黨騙人 他那個資相有夠難看 我結果我美國的孫子十二歲 每天就給我視訊 就講拜託 你回台灣你要小心 你千萬不要開車 不要按喇叭 會被人家用棒球打死 這樣 我因為退休以後 我先生他是清華大學 是文俊教的 他清華大學當總教官 因為十二年前突然間揍了 所以我到美國 因為自己是心理殺生的老師 心理殺生的老師 結果自己的優惠症很多年 我到美國跟大女兒一起住八年 因為小女兒那時候在英國 我去還沒有回來 那我在台灣就沒有人家花了 所以我在美國住了八年 我回台灣這三年 所以我回到台灣 他就覺得說 民進黨才執政幾年 就把台灣搞得烏煙瘴氣了 年輕人不敢談戀愛 不敢結婚 不敢生孩子 我現在人家平衡 把這些進攻較勁的 一砍再砍 砍到我們真的連半有一次 你想當初 台灣能夠真的繁榮 不是我們這些 老人家弄出來的嗎 我說你們年輕人 腦袋瓜要洗清楚 要清洗一點 將來倒霉的是你們年輕人 我說你們回去和同學們講 你們要是再支持民進黨 將來死的不是我們老母親 我們已經八十歲了 可以講一半生都埋在地上 我說可憐的是你們 知道嗎 後來我在北路 那個韓市長那時候選舉造勢的時候 他做一天就把我拉上去講話 我也是講這個學生的事情 我真的掉背 真的 我希望我們的各位哥哥姐姐們 好大姐姐們 希望歸屁的時候 和自己的孩子工夫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強硬的話 你就好好的給他講 現在我們剛才主委講得最對 我們非常缺乏年輕人的票 你知道嗎 我女兒在蘇德教書 她那一天她是教模型設計系 那天她們要比賽到我家來 我女兒在最後加強教大 我就來了四個學生 我就通通問她 我說這次選市長 你們要選誰 她說國民黨蠻趴趴的 我說民進黨還 她說民進黨還好 我說你們所謂的還好是什麼 你們沒看到她嗎 大學畢業下面的人做了幾十年的公務人員 沒有辦法爬上那個位置 一個月三十萬二十萬 那你這個是出風茅子 只要是綠的就可以上去 他們吃相有這麼難看 將來這國家怎麼樣 一定拜在民進黨手上 我說你們年輕人她說 喔師母真的是 我們是真的你沒有講 我們沒有想到 那天我很感謝他們 我說你們現在不要走 我說師母趕快去買 買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人 什麼一宗 什麼什麼什麼便當啊 我剛搬來我也不知道 你們都給我講得很好吃 我說你們要吃雞排的 還是要吃什麼 趕快買回來給他們吃 我覺得我雖然力量很小 老了但是我能夠再幾分鐘 趕快到他們 我現在我說你們回到學校 和同學們講 我說這個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自己手上 抓在你自己手上 你能控制的 懂嗎 我說將來你的生活 你的環境 要幸福 要墮落到哪裡 都在你裡面之中 我肉粒巴說的講了一大堆 很抱歉很抱歉 希望各位有空可以到我們人物 我們是住在城關公園附近 女兒為了老媽 她說買到公園旁邊可以散散褲 我現在很高興 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人情會非常的冷 我就很感謝 很真相信有不可以到我們來去做 好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